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揚球是我們的希望 揚球是我們的目標 尾著冠軍 打命烈烈 不怕艱苦 這一切都是有嫁給大家 打球 打球 這一球 又打球 抓到對面了 真心感動 真愛台灣 有一位跟男模來往的 寶弟嗎 所以他純粹就是帥 然後... 因為我一開始 我那個時候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高中 快畢業的時候 妳在哪裡找到這個人了 我們的故事就是有點離奇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是讀女校 所以我那時候都沒有遇到什麼男生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我們家小時候 是開健身房 然後所以我會去那邊打工 我就在那個櫃台一樓的地方打工 然後那個附近就是 都是住戶才會去 就是私人的... 就是健身的地方 都是你知道老人家 什麼 哪... 想說哪來的帥哥 就是我還就是嚇了一下 你知道嗎 你知道才國中 剛畢業 然後呢 他就這樣嚇到 我說天啊 然後他是拿那個卷 他不是會員 然後他就這樣子 我們就開始展開 這是第一次接觸這樣子 反正他一露臉 就已經被電暈了 對 然後我們真的在一起 是過了三、四年後 在朋友認識 就是朋友的聚會上又碰到 你懂那感覺嗎 真的是被嚇到 就我那時候看到他的時候 我還沒有認出來他是他 因為那個時候 畢竟那個也過了幾年了 就是長得會比較快青春期 他也沒有認出來我是我 然後是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記得 因為他拿券 我們需要換證件 我要拿鑰匙給他 就是換卡 他那個證件就是 我們還是學生嘛 然後我們要看電影 他要拿出學生的證 我看到他的照片 我就說 你是不是在幾年前 有在哪一個那個 敦環庫上面的那個健身房 有韓劇的感覺 我們就這樣相認 這樣真的不在一起嗎 然後所以我們後來就 真的不在一起嗎 真的... 沒有了... 沒有了... 這時候我... 我那個時候國中... 是耶 我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就是太情竇出來了 我就一直... 我每天想著他 我想著他想了三年耶 就是我的... 那三年 國中生啊 他怎麼出動 國中可以出動了啦 不認識他 因為他只是來 就像一面之遠 就來運動那一次 對 然後就是三、四年的時候 我們才就是在朋友 去看電影認識 如果這樣講 我的確覺得 好像得出手一下 我真的被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女朋友 我就一直覺得 我的夢中情人 就是在三年後又出現了 對啊 怎麼這麼浪漫 而且就是初戀 我覺得超浪漫 然後就每天很開心 突然有一天 我就接到電話 然後就是他打給我的 就前一個小時 我們都還好好的 然後他突然打給我說 我們分手吧 我就想說他怎麼了 因為我們一個小時前 還在想你喔 什麼的 我就整個嚇到 我就覺得 可是我自尊心很強 我覺得他竟然都講說要分手 我說好 那就分手 然後過完電話之後 我就失魂落魄 然後過了幾個小時 我就接到另外一通電話 我就說 喂 然後是一個女生 她就說 妳認識XXX嗎 我就說 怎麼了 妳是誰 她說我是XXX的女朋友 剛剛那通電話 是我叫她打給妳的 我在她旁邊 然後我聽到我就... 所以我覺得 我沒有配樂 妳沒有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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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會這麼衰啊 然後我就跟那女兒講說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我絕對不會再跟她 有任何的聯絡 她們已經在一起多久喔 兩、三年 應該有兩、三年 所以那男的都沒有露出 一點點出事嗎 完全沒有 而且我剛剛其實很多女生都講嘛 就是她們有見過家人 或是朋友 就是大家只做一個大原則 對 對 就是沒有別的 家人也會幫 家人也會幫 她們都是每個都是演技派的 然後後來我們跟那個女生見面之後 我們就看對方的手機 就是真的確認 因為我應該也會怕說 是不是那個女生真的是... 你知道嗎 說不定她真的沒有跟她在一起嘛 我們要做最後確認 真的 那男生就是有傳簡訊給她 然後那個時間點什麼 就整個是雙倍的 然後後來那男生還是在繼續糾纏 我就覺得好 我要直接跟那個男人講 我已經知道這個女的了 我說妳傳的簡訊 我都已經看到了 那所以妳就是不要再否認了 她說 我說 今天我們會不會是傳的啦 有新的... 我說 這個不是妳傳的 是誰傳的 她說 不知道 可能要問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傳的 中華電信傳的 這簡直是皮到不要臉 地皮 超不要臉 所以她在沒有被妳 逼問這些事之前 她平常是沒有異狀的 沒有關係沒有 然後其他朋友就是都是一起 我們都一起出去 雅雅 妳的男友 妳說是陽光型的 也沒有耶 什麼叫也沒有 妳剛剛不是說妳喜歡陽... 可是男朋友 不一定會是陽光型的 那他的長相是帥的嗎 也不是耶 就是 第一個是那種國中混混 就是國中暗戀到高中這樣 然後被教官打罪啊 所以妳愛他的這種 很狂野的生活嗎 小時候真的喜歡那種類型的 OK 妳說妳要把他追到手 就是說妳覺得他也應該是妳的 就覺得那個女的也沒有比妳好 憑什麼是歸他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也是不知道 不知道他我女朋友狀態下來找我 是照他跟我坦承 我才覺得說 好像也沒有關係吧 而且那時候那女生出車禍 就是出車禍好像都不能陪他出來 所以我就想說那沒關係啊 這段時間妳可以來找我聊天啊 那女生出車禍 他不是應該要去陪他嗎 對啊 好壞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以前我才高中 對啊 女生出車禍可能就很無聊啊 可是男生出車禍 照理說有人性的話 應該是在那邊照顧他嘛 是很嚴重的車禍 可是國中生可能覺得 跟一個掉在那邊不動的女生相處 很無聊啊 然後這個時候去找別人 國中生不會想那麼多啦 國中生就是很多憑著本能在生活吧 而且他們還讀同學校 然後說要被他上下樓梯之類的 好浪漫喔 譬如說我今天覺得 我的男朋友有小三的話 我應該問他說 你有小三 你想聽到他答案說是有呢 還是一直否認說我沒有... 你懂我意思嗎 沒有 我就覺得就... 我是這樣子 如果我自己考慮說我要離婚了 那麼如果我覺得很難離婚或怎樣 我就會去...就找人家去抓他 就把事情搞出來 但是如果我現在還沒有準備要離婚 我就當作不知道 所以妹妹們應該都這樣吧 就你們寧願她騙你們吧 不是耶 可是因為我的狀況是 我聽到風聲說 她有帶一個女生 騎摩托車載一個女生走 然後她在那件事情的前幾天 才跟我說她要跟我分手 然後我想說怎麼可能 那麼快她就認識別的女生 然後騎摩托車載她 然後我打電話給她的手機 所以她不接 然後我就打電話到她家裡的電話 沒有 我當... 對 所以... 然後我打電話到她家 結果是那個女生接的 就是擺明了 就是有一個女的在妳家 那已經是這種狀況 妳就大方承認 反正妳已經把我甩掉 然後我又胖 然後那個女生又很漂亮 我就認了 可是她之後就是不承認 一直到現在都還不承認 現在還在聯絡 沒有 聯絡了 是她... 我已經把她電話刪掉 是大概已經很久了 大概前半年吧 這件事情已經隔了可能 七 八年了喔 然後她還有傳訊息來說 還記得我是誰嗎 然後說... 然後說還好嗎 什麼... 想知道妳最近過得好不好這樣 所以她是在電視上看到了妳 有可能 想恢復 有可能 但因為我以前真的跟現在差太多了 那妳怎麼回她... 我就說... 她問我說知不知道我是誰 我說不知道 因為我把她電話刪了 她說我是妳學長 因為那個時候是跟學長在一起 然後我也知道了 然後我就有事嗎 她就想知道妳現在過得好不好 然後就到這邊我就一讀不回了 對 就覺得很爛 很爛 真的很爛 可是那個男生只分配到她 比較外型沒有很好 所以我後來沒有很爛 妳怎麼硬著她 妳怎麼硬著她 她陪她度過了堅固的時間 後來修成的時候 不能夠小的修成 她就想太有趣了 好 那要回應看到小三走回頭 如果抗永不勝失禮回應 一個女人的青春 最美好帶十幾人 兩三年一個這個騙女人 再一個兩三年騙女人 青春就沒有了 可是如果妳青春 都發在那個男生身上 她經過那段時間 然後就對女生一樣 怎麼辦 我好像有一種觸景深情的 我覺得還是講的 就是一個意思啊